第四十题,李威使用右图的装置在装水拌满的烧杯中滴入少量吸硫酸,并将导线夹以两端分别与电池的正负极连接,以进行电解实验,下列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何者正确。 我们看到呢,我们的甲是正极,那么乙是负极,我们加了吸硫酸帮助导电,这就跟电解水的情况是一样的,所以呢,我们的甲的正极会产生氧气,乙的负极会产生氢气。 那么,选项A说,使电解反应是将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过程,这个是错的,我们电解是给它电,所以是提供电能,然后转换成化学能发生化学反应,所以选项A是错的,选项B说,电解进行使连接甲端的试管可收集到氧气,这个是对的,那么因为甲是正极,正极呢,在电解水会产生氧,选项B是对的,选项C,若加一两端直接连接家用电源的叙迹, 它做,则不会产生气体,这个是错的,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过,如果我们用交流电的来电解水的话,那我们会得到两管完全相同的氢氧的混合气体,而不是不会产生气体,选项C是错的,选项珠,若烧杯中改低少量氢氧化钠容易,则连接乙端的试管可收集到钠,这个是错的, 钠离子是带阵电会跑到负极没有错,可是我们不会生成钠,因为钠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氧化钠,因此我们不会得到金属的钠,所以选项珠是错的,第40题问我们说,下列有关此实验的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电解进行时连接甲端的试管可收集到氧气, Wolffade Wolffade 男人 男人